歡迎特別嘉賓 職能治療師莊正修 治療師你好 你好 大家好 今天這個叫做平衡訓練板嗎 是 它主要是預防老人跌倒 可以預防你跌倒的風險 是 這個平衡訓練板 它主要可以檢測出來 老人家的跌倒風險 那同時間也會進行一些平衡 或是站立的穩定度的一些檢測 那這個部分可以讓醫師或是治療師 透過這些參數之後 提供一些訓練的計畫 或是它內建就有一些訓練的一些 軟體級程式 好 我們的model是誰 超級名模 林用力啊 好緊張 好像有考試的感覺 來 時間交給你治療師 好 那我們看到這個平衡訓練板呢 那我們先請就是佑璃姐 可以先踏上來 等一下檢測開始的時候呢 就是雙手自然下垂 放輕鬆 就用你原本的 原本的站立的方式站好就可以了 好 眼睛平視前方 那我們接下來就會開始進行 30秒鐘的檢測 那我們這一個儀器呢 它透過30秒鐘會去分析出來 眼睛看前面 眼睛看前面 好 維持你的平衡 那各位可以看得到螢幕上面這邊 紅色的點 其實就是它非常精密地去算出來 你身體的重心打在地面上的位置 那同時間我們也可以檢測出來 身體的左側跟右側 分別負重的程度 像我們目前是非常的平穩 兩側幾乎就是50% 50%就代表很久 不能三七步 對 不能三七步 不能身體外一邊 但是我們很常見 如果是膝蓋有受過傷的患者 它其實在某一側 重量就會有所差異性 好 經過30秒鐘之後呢 我們進行第一次 我們可以看一下它的結果 第一個部分我們看的結果 就是在大白天的時候 因為我們眼睛睜開來 在平穩的地面上面 你的跌倒風險的狀況 那我們這邊可以看得到的是 目前大部分的數值都是綠燈 唯一只有一個部分在這裡 是紅燈的 9.66 好 這個是什麼東西呢 這告訴我們在前後的這個晃動的幅度 是比較大的 那當然有可能是因為我們場地的關係 以及剛剛我們轉頭看的原因在這裡 但是其實大致上來說 其實右里子這邊表現得非常非常的好 第二個部分是我們在針對老人家 或是一些特殊族群 我們會特別去看的 等一下我們會經過32秒鐘 那我會有一些指導語 那你就跟著我一起做 好 第一個部分 等一下呢 我們要盡可能的 你維持平衡 但是身體 好 屁股不能動喔 好 盡量的往前傾 我們看你可以像 像麥可傑克森一樣 可以前傾到多少角度 屁股要往前傾嗎 屁股可以盡量保持不要動 我們就把重心往前 人往前傾 好 那我們準備 這邊只有8秒鐘的時間 鞠躬一樣嗎 對 但是你盡可能的往前往前 屁股可以也保持直立 好 腰不要彎 再往前 再往前 那我的重心是 重心往前沒關係 螢幕這邊看到 就是目前我們在進行檢測的時候 可以看到說 它可以往前 最大有多少角度 好 可以回正 好厲害喔 它這樣可以不跌倒耶 對 因為腳比較大的關係嘛 好 那第二個部分呢 就請你往後倒 這個很難 好 往後倒 好 往後倒 那一般的話 我們會覺得站在後面 盡量維持就是 手自然下垂 好吧 然後往後倒 往後 往後 再來 再往後 不行喔 好 極限 這樣也可以嗎 好 完成 好 最後呢 就剩下我們身體的左側 以及右側 那我們首先先往左邊 盡量的往左邊倒 往左邊倒 所以手也不能動 對 手不能動 好 腳不能離地喔 好 盡可能再回來 再來 一共只有八秒鐘 這個部分我們經過 這四個方向的檢測 我們等一下會得到一個 臨床上面 好 可以回正 臨床上面 它重來度好強喔 真的喔 非常好 好 那我們最後一個部分 是往右側 那這其實是我們的 X軸跟Y軸 我們會進行一個檢測 好 再來 再彎 好 最後三秒二 一 好 完成回來 成績出來 我們來看一下 臨用力 成績如何 紅色的部分 代表說我們稍微低於 我們的標準 對 那綠色的部分的話 它代表說 其實超過我們一般的 我們講的是長模的數值 那在這個部分呢 我們會看的哪一個特點呢 是這條藍色的線 這個藍色的線代表 意思就是電腦計算完之後 我們會發現 您在這一個角度 像我目前看到這邊 可能是像右前方這個角度 它可能是 比較容易跌倒的方向 也就是它的平衡能力 在這個角度 可能會比較差 所以它可能在右前方的時候 我們就會做很多特別的訓練 所以這個就是 我們進行儀器來檢測的部分 那當我們發現的 這一些問題的時候 可以怎麼解決呢 如果說我們有像這樣子的 算是重裝備 可以馬上做一些訓練的時候 那我們可以用這種 很簡單的小遊戲 例如說 好 我們這個部分 好 我們現在開始維持一下平衡 那幫我把紅色點點 移到白色框框 紅色點點是哪裡 喔 是我嗎 對 是妳 所以其實看到 身體看起來沒什麼在動 其實已經在訓練它 重心轉移的能力 那 當然不會只有這樣 我們要把真正困難的開始 到數五秒鐘之後 我們可以來做一次 十秒鐘的一些體驗 等一下白色框框開始移動 那紅色的部分 那就可以盡可能的 維持在框框裡面 以第一次玩的人來說 其實表現非常的好 因為這個其實很困難 好難啊 這跟方向感也有點關係耶 對 一般我會讓你 是正對著這個畫面 好 所以這個部分除了左右之外 那我們接下來還會有上跟下 也就是它的前跟後 那當然臨床的治療師 可以依照我們的使用者能力 去調不同的軌跡啊 或是不同樣的形式 那活動進行完之後 當然也會有 現在就會換成往前 對 再往前 去哪 去哪 不要跑 這可以預防失智耶 我認為 如果加出一些認知元素的話 當然是可以的 是 沒錯 那麼結果是 它分數目前看起來是 四十二分 對 那滿分是 滿分應該是一百分 所以我們可以再多加訓練一下 對 好吧 好難 所以他說你比較往前傾 容易跌倒走秀穿高 有可能 因為重心都是往前 這樣就紅了